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呢 我做了一张图 但是这张图有点大 放到幻灯片里是无法看到的 所以我做了一个截图 这就是我们linux的这样一个启动过程 大家可以看到顺序 一张图太放不下 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s型的这样一个图片 好吧 有点迷宫的感觉 那它的启动过程呢 如果我们需要详细去讲的话 其实可能也是非常非常的非常像迷宫 那我们今天呢可能把重点的东西挑出来给大家说一下就好了 那首先呢 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要启动计算机 我是不是首先要开机啊 对吧 一开机之后呢 我的计算机 我们的主板上的bias芯片就会进行它的这个字解 bias首先会进行字解 字解完成之后呢 它会加载NBR 也就是我们说的主引导记录 对吧 主引导记录当中保存的是我们的这样的启动引导程序 启动引导程序 在linux当中linux的启动引导程序叫做JRUB Grab 是保存在NBR 它是我们系统启动的主要运导程序 这个东西 我们后面还会 我们后面的课 我们后面可以看啊 我们后面的课可以看到 对 在这儿 我说了 我们后面的课还会介绍重点来详细讲这个Grab系统运导程序 所以呢 这里我们只要知道 我们只要知道 在NBR当中 我们通过的是这个引导程序 来进行下一步的进行过程 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会进行选择有个分支 如果我的服务器里只有一个linux 那么启动引导程序 也就是JRUB 就会直接加载linux内核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启动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的计算机里不光linux 而是windows和linux定层 或者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windows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进入多系统起动的这样一个状态 在里面去写 给你给一个列表 我相信啊 大多数同学可能都见过windows 如果你在一台计算机里装了W7和XP 装两个系统 在起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黑白列表 允许你上下去去 进入哪一个操作系统 那如果我们是linux的引导程序 也就是JRUB呢 在我们的计算机 如果有两个或者多个操作系统 它也会出现类似的这样一个界面 然后让你去选 我们的计算机啊 大家记得吗 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倒数5秒加345 如果你在那个倒数5秒的那个地方 按一下任意键盘 上下左右随便按一下 它就会出现那个选择阶段 只是默认的情况下只有一个linux 所以只能选这个系统 但是如果有多个就可以在这里去选 到底启动哪一个 那么你选定了哪一个操作系统 就会加载这个操作系统对应的内核 选定是linux 就会加载linux内核 选择是windows 就会加载windows内核 哎 其实就是说啥 如果有多系统 它会多一个选择界面 就这个意思 那不管怎么说 最终我都会加载 我需要启动的这个操作系统内核 然后呢 启动就会到下一 内核呢 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压缩的内核 因为你们想象 内核本身就不大 那如果你不压缩 它会占不少大的这个起动空间 所以呢 它是把它做了个压缩 所以它会先在内存当中进行压缩 进行解压缩 解压缩完成之后呢 内核还会再进行一次自己 两次 第二次 会进行一次自己 而内核 会再进行一次 那 如果是linux 我们一般 linux信任的是内核自己 它会把内核的字简过程 系统在DMessage里面 还记得吧 前面讲了DMessage 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的 启动字简过程 对吧 启动了这个过程之后啊 它现在内核加载之后呢 就需要用内核去加载我们的驱动 我们知道啊 我们的linux是这样的 我们装述机的时候是这样的 安完linux 所有的硬件 它的内核直接就驱动了 然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驱动 我问我们的学员 我说 我们在真实机里是这样的 我们学员他不确定 他觉得可能会跟Windows一样 装完我们的计算机 然后呢 需要给每一个硬件安装驱动 然后才能使用 说明Windows装的是一个单纯的操作型 不附带任何驱动程序 所以如果你想要使用驱动 你都需要手动 当然 现在Windows当中会集成一些 简单的这个驱动 但是 绝大多数的这个程序的驱动 还是需要手动安装的 但是linux不是 linux的真实机安装和 虚拟机安装是完全一样的 它指的是 在我的内核 只要安装完内核转件 我的所有的这个驱动 它都装在内核当中 内核可以会通过 你的这个服务器的印象 来判断我到底需要哪个驱动 它会自动驱动 也就是说 我们的真实机和军机完全一样 都不需要手工安装驱动 只需要把内核装上 它就会自动帮你检测去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 如果我把所有印象的驱动 都放到内核里 我的内核就会变得无比旁大 那它的解决方案是 把常见的驱动放到内核里 把不常见的驱动呢 作为函数模块 也就是说 把驱动写成一个程序 保存在硬盘里 保存在硬盘当中 一般放在硬盘的 跟下的内部这个目标当中 哎 我们说是不是它是函数库的保存在硬盘 对吧 这里面呢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当我需要的时候 内核直接从这里去读 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保证了我的内核不会太大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绝大多数的印象驱动 都不需要你手工安装 Windows会直接自动使用 在这一点 Linux要比Windows方便 只有一种情况下 需要你去手工安装驱动 就是说 Windows内核当中没有包含这个硬盘的驱动 比如说 硬件太新了 当这个硬件发行的时候 内核早都出现了 所以它有可能会需要手工安装 但是绝大多数的程序 尤其是服务器上的这个硬件 都不需要手工安装驱动 那也就是说 内核解压自检完成之后 它就应该去跟下的力部下 去读取这个驱动 读出来就可以加载了 但是 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倍率 啥意思 我们的硬盘 如果是IDE接口 我们前面讲过了 IDE硬盘的驱动 IDE接口的驱动 是直接在内存上 它就可以认识你的IDE硬盘 然后去找到力部目录 就可以拿出 但是 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计算机 我们的硬盘都是SATA接口 或者SKAS接口 SKAS其实也淘汰了 就应该是SATA创造的 SATA的接口硬盘 Linux的内核认为 它不是我必须的 所以它是作为模块 放在了力部这个内核当中 那有问题吗 有 啥意思 我的内核 必须要去力部当中 读取出来 SATA的 这个驱动 我才能识别硬盘 但是 我既然没有识别硬盘 我怎么去加载它的驱动 我再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有点绕 啥意思 驱动 SATA这个接口的驱动 是放在硬盘的力部部下 但是 如果我没有这个驱动 我是无法读取硬盘的 我也当然就无法打开力部的 啥意思 再举个例子 我要进你家 你要进你自己家的门 我要进我的家门 我得通过钥匙才能打开 进去 但是呢 钥匙就相当于这个驱动 驱动放在了力部部下 对吧 但是呢 钥匙没在我身上拽着 没在内核里直接放着 而是锁造了 锁在了房间里面 那我问你 你怎么进这个屋 其实就这个意思 再说一遍啊 我的驱动是放在了硬盘的 硬盘目录下的力部这里面 对吧 放在这里 一般是力部下的model 放在这里 我的驱步驱动放在这儿了 但是呢 我没有驱动 我又无法读取硬盘 那是的就是 我要拿钥匙才能开开房门 但是钥匙就锁在房间里 现在就这个意思 怎么办 如果是真要开房间 我可能就要去找开锁公司 对吧 但是对钥匙内核呢 它也是用类似的方法 它在我们的启动分区当中 有这样一个叫做 IIT 这个IIT TRIMFOS TRIMFOS 这样一个文件系统 这个文件系统呢 模拟了一个跟 这个硬盘基本相似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呢 内核是先加载它 通过它把基本的常见驱动 加载到内核里 那也就是说 SATA的这个驱动 没有直接再从利物下去掉 而是从这个假的文件系统里面去掉 加载了内核 加载了它之后呢 才建立仿真目录 然后才能去加载真正的硬盘分区 才能读取剩余的其他虚 也是说 它给它做了一个假的根目录 这个根目录当中 保存了硬盘上必须的这些驱动 把这个家伙加载到内核里 内核就可以去调用真正的硬盘 相当于啥 找开所公司的人给你配的把假钥匙 拿这个假钥匙就能打开门 就能取出真钥匙 然后才能去读取后续的 就这意思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问 这个文件是放在哪 它实际上是放在了 boot目的下 也就是我们的启动分区当中 那有人可能会说 那它既然在boot 那boot不也是在硬盘上吗 那盒既然没法加载 根下的力度 它当然是应该没有加载 这里小心 boot这个分区不是由内核直接加载 而是由启动引导程序 事先就已经读取出来 因为他们说了 boot目录整个就是启动分区 对吧 所以启动引导程序默认是可以识别 我们的这个boot程序 所以不存在说趋劲这样的过程 好了 那我们 其实说实话有点绕 反问这个话 作为一个加深对立体词了解的过程 然后呢 作为一个兴趣的 能听懂最好 实在听懂其实也不影响 我们就是一个加深了解过程 这样的过程课 那我们说 在三端AC的三章中 我们使用这个init tramfos这个文件系统 内存文件系统 取代了5.5当中的这个init remodisk这个文件系统 其实他们两个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作用完全一样 就是什么 给我的 把启动引导程序 加载的内存当中 通过加载 把它加到内核当中 把usb sata等等这些驱动 还有lvm和锐 这样的高级文件系统驱动 都加在内核当中 以便让我们内核 可以去读取真正的系统 硬盘 其实就这个作用 就是我说的什么 配了一把假钥匙 打开门 目的是为了找到屋里的这个真正的钥匙 去拿到其他的去 这就是它 那我们能够打开这个文件 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是可以了 是可以了 来 我把这个过程写到画中 那我们可以看看怎么做 我先在time下 创建一个目录吧 我不能直接在boot目录下做操作 对吧 那我把它复制到 time下的test目录当中 原名复制 我cd进去 好了 在这里 我用file命令来看一下 这是个什么文件 你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jz比较说明件 那好了 我把它改个名字 改成jz 也就说把它还原成压缩报 对吧 现在我用gongzip名列 来解压这个文件 解压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 它又变成了 这样interforce这个文件 我们再file它一下 看看它是什么文件 它告诉你了 这是一个二进制文件 通过CPIO读取和压缩的 CPIO命令 我们在讲 软件包 阿平包安装的时候 我们就讲过了 它只要后面加 -ivcdu 就可以读取出来 你们的内容 是吧 那么试试 CPIO -ivcdu 然后读取 好了 你们就会看到 它会把这个文件解压缩 大家看看 B目录 DEV目录 ETC目录 内部目录 绝大多数的驱动都在这 那其实就是什么 它跟 其实我们的真正的系统 跟目录 有点相似 也就是说 我们是利用这个文件 模拟的一个 跟跟差不多的这样一个目录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加载 这个文件当中 例如下的这些驱动 当然 我们现在是手工在进行这个解压过程 那在真正启动的时候呢 这个解压过程 这个解压过程 应该是在内核当中 在内存当中直接进行 也就是说这个解压过程 解压来建立仿证假的目录 通过这个假目录 因为这个假目录就会有 驱动 对吧 有了这个假目录 就可以去读取真正的硬盘上的驱动 这就是 好了 有了真正的硬盘驱动 就可以读取真正的系统的硬盘了 就可以读取里面真正的根目录 这个仿真根目录的 作用使命就结束了 就没有了 然后呢 他现在从这以后读取出来的 就是真正的系统硬盘针 读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还是去调用 死病下的尼尼特这个文件 这个命录 前面我们讲课的时候 我们都把说了 尼尼特是系统启动的第一个进程 是所有其余进程的副进程 老子 他是老子 对吧 其他所有进程都是他的儿子 在三刀S5.0当中呢 他的作用会远比现在还要的 那现在虽然作用稍微削弱了 但是他还是系统启动的第一个进程 通过他 才可以进去你下 后面的后续启动 通过他可以干嘛 调用了这样一个文件 我们上节课其实是 打开了这个文件看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文件里面看 首先加了一个注释 他会调用这个文件 也就是 他 调用这个文件 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通过这个文件 调用这个文件 也就是 这块看不到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看不到 那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通过他 主要做两个工作 第一个是调用 BTC下 IC-D下 IC-CC-NIT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他的主要的作用是进行 系统的初始化 啥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家伙的初始化 主要干这些事 设定网络环件 挂载你需要的设备 设定开机 启动画面 然后呢 判断你是否开了IC-Linux 开机 画印件列 初始硬件 加载我们自己的驱动模块 然后配置内核参数 设置主机名 等等等等等等 这些所有的工作 其实你们就会看到 没有这个 家伙的存在 我的系统是无法正常启动 其实 他主要 正常加载 他只要正常初始化 我的系统的基本功能 就已经全部具备了 他主要完成了工作 就是这样 我其实我把 这个文件当中 每一个功能 我都加了注视 如果你们有兴趣 打开去看看这个文件的话 你会发现 他的这个 里面的内容和启动顺序 就跟我这里 写的这个中文 是完全一样 是完全一样的 好 这是 ics.conf 第一个功能 初始化系统 这里其实完成之后 我的系统就基本上完成起来 它的最基本的功能有 但是呢 我还需要通过它 调用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见过了吧 定义系统默认积别 默认积级别的文件 对吧 在这里定义 我是进入字符界面了 还是进入图形界面了 对不对 那定义的运行级别之后呢 它需要把运行级别 传到这个配置文件 通过这个配置文件 调用它 其实归根结底 是为了调用 etc下 ic 数字.d 这个目录 如果我是字符界面 就会调用 etc下 ic3.d 这个目录下的 所有的程序 如果我是图形界面 就会调用 etc下 ic5.d当中 所有程序 也就是说 这个家伙 有两个功能 第一 进行系统初始化 系统初始化完成之后 我的系统的 操作系统的 基本功能 就去 但是 这只是它的 最基本的功能 要想正常使用 我还需要确定 我的系统 进入的是 字符界面 还是图形界面 如果进入的是 不同的界面 它还需要启动 对应的附加程序 才可以完成 整个系统的启动 这块只是进行 基本功能 这块是加入 它的 不各个级别的 自己的这个程序 那我们进到 这个目录下 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 cd的 hc ic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0123456 是吧 六个级别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 那我就进到 我们现在的 字符界面 这个级别下 Alice 首先这里面 都是执行文件 而且这些执行文件 很特殊 很有规律 要不然是 你可以开头 要不然就是 你 s 啥意思 如果是 你可以开头 后面加数字 它代表 这个文件 它会按着 按着它的这个字母顺序 数字顺序 来依次执行 但是这个k执行的作用 是关闭这个对应的服务 我不需要这个服务 手工官家 是通过程序自己来管 这些服务 对我的字符界面来讲 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默认把它关了 那s的意思呢 就是 按照这个数字的顺序 再依次把这些 指定的程序启动 启动 看s会再把指定的程序启动 启动 如果把这些程序都启动了 我的系统就进入了对应的字符界面 这些都是程序 全部都是命令 全部都是命令 当然 它是 你们可以看到 啥 快捷方式 对吧 把连接 那也就说 它调用的是 系统真正的 但是它是看到 按照它的这个级别来调用 k级别是指的是 我关机的时候 我按照这个顺序 依次的执行这个命令 把它给关掉 把这些不需要 s的意思就是 代表我开机的时候 依次的按照它的这个字母顺序 数字顺序 把这些程序依次启动 就可以启动 我的完整的字符界面 就可以把这些事都已经 对应完 就可以启动 我真正的完整的东西 看啊 通过它两个事 第一 初始化 完成系统的基本起 第二 通过它判断运行级别 然后通过一系列调用 把运行级别号传到这里 事迹就调用哪个目录 然后启动对应的程序 就会把三级别启动 关机的时候 关闭对应的程序 就会把三级别给关定 对吧 关定 好了 其实到这里 我的启动顺序就基本完成了 最后一步 在登录界面之前 最后一步 会调用这个文件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讲服务管理 对吧 讲了吧 说这是什么 只要把命令写到这个文件里 它在开机的时候 都会执行一定 为什么 按照启动顺序 它在登录之前 会把这个文件当中 所有的文件执行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把服务的启动命令 写在这里 对不对 好了 这里 就可以看到登录界面 输入用户没客密码 就会进入草造型 好了 这就是 字符界面的启动数据 各位 如果是图形界面 这一步执行完之后 它还要进行一系列操作 这里主要指的是 启动了图形界面的XSolo 和图形界面XClinic的程序 因此启动之后才可以起 但是图形界面 第一 对我们的服务器来讲 用处不大 第二呢 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图形界面 所以图形界面的系统 我就不再去强 我们能够 如果能够掌握字符界面的系统顺序 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应该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这样一个纯理认用过程 而且像这样一个假文件系统 ENIT TRAMF FS这个文件 其实还是不太好 对吧 那好了 我们 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图表 我们解释了系统 从BIOS机械 到加载内核 到加载驱动 到加载我们的这个运行级别 一系列的其中过程 完成了其中过程 这个呢 这节课呢 算是一个较难的运行课程 我们作为这种提高 或者是 这个信息点 如果你真听不懂 或者不太了解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不影响我们的运行学习 如果能听懂的话 它会加大 加大我对Linux整个整体结构的要求 还是比较有 这个有作用 有意志 好了 那这节课的内容就时间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西车Linux微信公用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